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5月12日 我是Anna 好莊舍大公子百忙之中 為貓咪慶祝母親節 在尖沙咀四星級酒店吃Tee Pro Fae 請打個讚、留言、分享 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在尖沙咀港鐵站D1出口 向天星碼頭方向走幾分鐘 見到勞力攝錶的標誌 就到達了今天要去的假日酒店 大堂擔機上二字樓 就是今天要去的Buy Sto On The Mile餐廳 摺袋廁入口放了不同種類的酒 由於是老牌酒店 裝修都比較隔 此色有鯛魚、三文魚和鮑魚片三款 入口巴採放了蝦蜜瓜、菠蘿、蜜瓜、西瓜 棉花糖和兩款很漂亮的蛋糕 飲品有菠蘿汁和金巴蜜汁 多款精緻的西餅 綠茶蛋糕 朱古力泡芙、芋頭蛋糕等等 轉彎有朱古力咖啡、雜果和士多啤梨、抹士杯 有兩部熱的咖啡奶茶機 旁邊擺放了碗仔糸 煙三文魚、螺絲粉、葉明魚、芝士、腸仔、柳子、青瓜和青豆冬菇 還有一個自製沙律巴 有番茄仔、粟米、紅菜頭、熟雞蛋等等 還有蔬菜卷、三文字、蟹籽沙律 有三款芝士、三文字、冷的火腿腸和火腿片 麵包櫃裏有雞尾包和菠蘿包等等 還有我喜歡的蝦銀大雪菇 冷盤包保持得挺漂亮的 冷盤海鮮的選擇不算多 只有凍蝦和青口 但是看上去都很新鮮 後面還有泡菇提供 走到另一邊有牛油多士、格仔餅和英式鬆餅 夜分有卡邦尼意粉、日式蒜香雞皮 青蔥胡椒汁肉丸、天婦羅集菜 洋蔥黑椒香腸、素菜春卷和泰式魚餅 還有印度洋咖哩、上海蔥炒麵、海鮮炒飯、西蘭花炒牛肉、蜜糖、香橙骨 還有豬肉燒麵、菜肉包和咖哩魚餅 海鮮包有菜、三麵、河粉、油麵、魚蛋、牛丸、魚皮餃和青雞湯 開餐了 首先就試一下它這麼肥美的三文魚腩 是厚切的 都挺鮮甜 肉質都不錯 鮮魚肉在鮮魚上 鮮魚是薄切的 味道比較淡 鮑魚片 味道都不錯 挺爽口 凍蝦的尺寸是比較細隻 肉質也挺鮮甜 爽口 凍車口有淡淡海水味 肉質也挺鮮甜 爽口大牙 然後試了一點沙律和炸物 香淺和蜜柳配了少許蜜糖燒汁 味道都不錯 香橙蜜糖燒骨都帶橙味 軟軟 但是就略鹽太甜 常外出炒烏冬 略鹽就炒得比較黏 還有不夠味 收炸雞粒都外脆內亂的 但是就比較淡口 這個卡邦尼煙肉腸通粉有驚喜 味道和份量都適中 調教得剛剛好 自家炮製的沙律生菜很新鮮 Milchese味道都不錯 還有香腸、Cheese、沙律 都蠻好吃 泰式柳子青瓜沙律比較辣 冬菇和青豆沙律味道一般 美王子讚賢薑薯魚螺絲粉 很多味道 潮州粉果菜肉包一般 卡邦尼煙粉 美味 梳茶捲餡料有青瓜 跟生菜 淡口的 就是麵的 很好吃 冷火腿片和辣肉腸 味道都正常 三文治由于放入冬季比较硬 味道都一般 都要了碗清雞湯油面 大大棵娃娃菜 湯都很够热 面都绿得很爽口 鱼皮饺 鱼皮饺 鱼皮饺味道都不错 娃娃菜熟了清雞湯 清淡淡 甜味好吃 大公子就说丸菜都不错 试一下它的叶本 这个香橙蜜糖排骨 都很软 但是略为偏甜 原汁原味的柱侯酱 萝卜炆牛腩 牛腩都很软滑 萝卜都很清甜 西兰花都炒得很爽 牛肉都很软滑 海鲜炒饭就淡而无味 好一般 咖喱鱼盏味道正常 但是不够惹味 吃的话再吃了刺身 碗仔翅都够热的 有些小粒的圆背 和干瑶柱 但是味道呢 就调教得很淡 同样地呢 这个鹿笋烧牛肉卷 没什么味道的 这间餐厅的食物 都是偏淡 再试下其他的叶分 香煎蜜糖鸡扒就没什么味 天虎萝茄子 粉漿厚了少少 又不够香脆 胡椒汁肉丸 味道一般 天虎萝茄 不够脆 淡而无味 好一般 鸭鸡鱼饼煎得很香 加了鲜甜酱食 味道不错 鱼鱼鱼鱼鱿能吃 都很腥 咖喱吉 都很香 但是很酥 黑椒小肠 味道就比较偏 大公子就吃甜品了 这个叶玫茄卷 清淡淡的 味道也挺好 又来到甜品时间 巧克力泡芙很軟滑,但略嫌甜了些 芝士檸檬餅和香橙西餅很甜 格仔餅很硬 Tayomisu蛋糕也很甜 牛油多士不夠牛油的香味 茵式提子鬆餅焗得很鬆軟,十分之好吃 一、兩件咖啡拿破崙蛋糕只有外表 完全沒有甜味,又沒有咖啡的香味 巧克力和藍莫奶凍也很一般 巧克力和奶味也不夠濃郁 如花生醬酥餅,醬味不夠濃郁,但也很鬆脆 香芋和斯多啤梨蛋糕也很酷,但也略為大甜 蝦蜜瓜和蜜瓜也很淡,但西瓜也很甜 當然不少了我的最愛Harkandise School 今天是要了曲奇味和巧克力味 為今餐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話 一張這麼豐富的天鋪飛,兩人都吃了546元 價錢都算合理 Happy Mother's Day,多謝大公子 今天分享就這麼多了,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